DNC 2019 ICT 批课问你 NC第六题 这题当年只有49%校生 你答对 这题是问关于database table的design 例如这有个student table 它有三个field或者三个column 分别是name、sid和class 这有一堆学生名 一堆sid可能是student id 这就是班名 现在的题目就问sid 究竟有什么可能的data type 数据类型 留意是可能 possible 继个看一 整数 可不可能呢 我们看sid这几个number 18110很正常 09544 17623 06308 基本上都是一个五位数 留意这里有个0行头 我们叫做leading zero 这个我们叫做leading zero 如果是整数integer 这个leading zero是不能够存在的 即是换过来说 09544 如果你用integer去store它 它只能够store到9544 又或者06308 如果你用整数去store它 只能够store到6308 所谓1 integer是impossible 第二 character 这里千万不要误解 它只有一个字母 这个character 可以有几个字母都可以 几个字母都可以 我们叫几个字母 通常都叫做string 有时候有些类型叫做text string很明显可以store到sid 用这样的格式 所以几明显这个是possible 可能的 好 三 boolean data type 即是只有true 或者false的data type 只有两种状态 一个binary state的data type 很明显这个就不行了 因为这个数字来的 这么多个位的数字 基本上就不可以只有两种状态 true或false的boolean data type 所以这个不行的 所以答案只是true only 就是b for boy